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种假设情况下 微妙的平衡被打破 世界将陷入一场由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战争 本文从历史背景 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分析出发 探讨了这场冲突的起因 关键事件和潜在后果 历史背景 台湾和中国历史概述 台湾的复杂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 有原住民文化 荷兰和西班牙殖民时期 以及与中国的长期联系 1949年 中国内战结束后 战败的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 建立了中华民国 RAP 而胜利的共产党部队则在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从那时起 台湾发展了自己的独特身份 民主体制和强劲的经济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放弃使用武力 将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 美国的介入战略模糊 美国在台湾防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正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通过的 1979年台湾关系法规定 美国承诺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同时保持战略模糊政策既不确认也不否认 如果中国进攻台湾 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 这一政策旨在阻止中国的侵略和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 战争升级 紧张局势加剧 假设冲突始于一系列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在此之前 有几个因素导致了动荡的环境 一军事演习增加 中国和美国都增加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 而美国则加强了其在南海的海军力量 二政治声明 台湾领导人推动获得更多国际承认 并参与全球组织 招致北京的激烈抨击 与此同时 美国官员高调访问台湾 表明美国对台湾更有利的支持 三网络攻击和经济制裁 双方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和金融系统展开网络战 双方实施经济制裁 关系继续不紧张 导火索 冲突的直接起因是台湾大胆的政治举动 在一次历史性的公投中 台湾人民以压倒性票数赞成正式独立 尽管北京和国际社会发出了警告 台湾政府还是宣布独立 并寻求联合国的正式承认 一元政治后果 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 战争引发了全球力量格局的重大变化 一地区大国的崛起 印度和俄罗斯等地区大国 试图利用冲突扩大影响力 印度加强了其在印度洋的存在 而俄罗斯则增加了其在东欧和北极地区的活动 二欧盟的作用 欧盟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之间寻求平衡 面与着应对压力 三中东和非洲 中东和非洲国家应对冲突 美国利用其遍布太平洋的基地网络 特别是第一岛链 包括日本 台湾和菲律宾 和第二岛链 关岛和其他领土 这些基地对于发动海空作战 补给部队和维持战略立足点至关重要 网络和太空冲突 由于双方都试图破坏对方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网络战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 太空战也成为一个新的领域 反卫星武器和电子战系统的部署 使敌方卫星和通信事项 经济和政治影响 全球经济震大 战争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以贸易中断 冲突扰乱了中国南海的主要航道 影响了全球供应链 货物 尤其是电子产品 机械和原材料的流通受到严重阻碍 二能源市场 该地区的不稳定影响了能源市场 特别是从中东到亚洲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价格飞涨 加剧了全球的经济困境 三股票市场和投资 全球股市剧烈波动 投资者逃往更安全的资产 导致严重的金融动荡 由于贸易和投资流动中断 主要经济体面临衰退 国内影响 中国 战争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 经济制裁 军事人员伤亡 以及维持大规模冲突的压力 导致国内动荡不安 民族主义热情和政府宣传 旨在维持公众支持 但随着战争的持续 意义也在增加 美国 在美国 战争促使大量资源被调动起来 国防开支激增 军工企业加紧生产 关于战争目标和人员代价的政治分歧加剧 导致了广泛的抗议和关于美国在冲突中的角色的辩论 台湾 台湾成为战场 遭受了广泛的破坏和人道主义危机 民众流离失所 伤亡惨重 急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增加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 三谈判解决 通过后方外交渠道和国际压力 可能会达成谈判解决方案 这可能涉及台湾地位 安全保障和经济让步等方面的妥协 这种谈判能否成功取决于 中美双方是否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长期后果 战争对国际关系和全球稳定 产生了持久影响 以重新定义全球联盟 冲突重塑了全球联盟 各国重新评估其战略伙伴关系和防御战略 新的联盟可能会形成 而现有的联盟则会加强或紧张 二技术和军事进步 战争加速了军事和网络技术的进步 双方都会开发和部署新的武器系统 网络能力和天机资产 从而导致军备竞赛和军事化加剧 三经济重建与恢复 战后恢复工作的重点是 重建受损的经济和基础设施 国际援助和投资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这一过程漫长且充满挑战 四人道主义和环境影响 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损失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生命损失惨重 冲突造成的环境破坏影响了生态系统 并加剧了全球气候挑战 结论 由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假想战争 严酷地提醒我们国际关系的脆弱平衡 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深远影响 尽管这种情况仍然是一种推测 但它强调了外交努力 战略远见和国际合作 在预防和管理冲突方面的重要性 随着世界在日益复杂 和相互关联的全球格局中航行 从这一情景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突出表明 迫切需要采取持续的建设和平和预防冲突措施 以确保未来的稳定和安全